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你给我也讲一下 因为对我是全新的一个领域 非常不熟悉 好了 我们现在讲一下凯利公式 凯利公式是由一位叫做凯利的先生在几十年前提出来的 他是通过游戏的胜率赔率来推算出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呢 是他会用本金的乘以这个数字 一个百分比 来得出呢 每一把呢 应该下多少钱 那么这个凯利公式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信息呢 就是在玩一个游戏 玩一个赌局的时候呢 我们首先通过凯利公式可以分析出 这个呢 我们应不应该玩 要玩呢 是压哪一边 如果决定好了压哪一边 是要从我们本金的里面拿多少钱去压 这个凯利公式呢 有些人说是巴菲特投资的一个指导思想 我们的股神巴菲特 但是实际上是不是呢 我不知道 巴菲特也没跟我说 现在网上有人说呢 这个马云 比尔盖茨 巴菲特 他曾经说过什么话 这个呢 有时候呢 也不见得是他们说的 是这个我自己说的 放在他们头上 听起来呢 比较有信服力 好了 但是呢 这个凯利公式呢 经过有些人证实 确实呢 这个是有效的 现在呢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赌局 赌两边 一边红一边蓝 这个呢 跟我们百家乐的装显没有关系 就是一个游戏 他呢 游戏规则说 红色的呢 有70%的胜率 他赔钱呢 是1赔1.5 蓝色这边呢 是有30%的胜率 也不是红就是蓝嘛 他这边呢 是1赔2 这个游戏呢 你应该怎么压 首先呢 根据凯利公式计算 如果说得出来这个数字呢 是正数 我们呢 这个长久玩下去是正钱的 如果得出来的是负数呢 那么我们长久玩下去是输钱的 如果得出来的数字是0呢 那我们这个游戏不输不赢 我们就不要去玩了 好了 我们现在通过计算呢 红色这边是正数 蓝色这边是负数 那么我们呢 就应该压红色 不停的压 会赚钱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 每次呢 这个压住应该压多少呢 红色这边我们计算一下是0.1 10% 就说如果我们有100块钱 我们应该压10块钱 如果有5块钱应该压5毛 每次本金的10% 去压这个红色不停压就能赚钱 好了 我们实战一下 拿100块钱去玩 第一把我们压下去 100块钱拿10块钱压 如果很不幸 我们第一把呢 如果是输掉了 那我们呢 就是剩下了90块钱 那下把呢 我们拿90块钱的10%去压 那就是说呢 我们剩下81块压9块 这个时候呢 我们9块赢了 那我们赢了多少钱呢 9乘以1.5 等于13块5 加上81 我们还剩呢 94块5 那么第二把呢 我们再去压 我们呢 拿10% 就是9块4毛5去压 我们假设说又赢了 那么我们赢了多少呢 我们赢了14块1毛7分5 加上我们之前剩下的 剩下是94块5的90 那么就是85块05分 加在一起呢 我们就 现在的钱呢 就是99块2毛2分5 算下来呢 我们输了7毛7分5 两剩一副 输了7毛7分5 所以有些人觉得呢 你现在呢 这个是输钱的 如果你再算一下呢 这个如果第一把 如果你是赢了 你第二把呢 百分比可能加的又大一点 10% 如果你输了一把呢 你还是会输回去一点的 这个凯利公式究竟是怎么赢的呢 我们仔细看一下 如果我们两剩一副 在一个随机的状态下 选择两剩一副 我们是小小的输了一点 但是呢 我们看出来这个游戏呢 其实是70%的胜率 我们两剩一副呢 只是66.6% 还差了呢 3.33333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输这个钱 这个7毛7分5 我们是在一个短期的情况下 没有达到我们真正的概率的情况下 我们输掉的 如果是呢 把这个多出来的3.333通过的获利呢 乘以1比1.5的话呢 从长久看 我们是通过每次压住10% 我们是呢 能把这个输的钱赢回来的 因为两剩一副呢 是66.6 我们真正的是70% 所以短期看 我们确实输钱了 但是玩了时间长 机率趋均于70%的时候呢 我们是赢钱的 而且是最大化的 这个最大化就是说 如果你压20%呢 你在碰到我们开始的情况下 输了两把 可能呢 没有那么扛输 如果呢 你压的太小 1%的话呢 那么呢 赢的时候呢 你又没有把利益最大化 所以10%呢 是一个最优化的数字 那么现在呢 我们看一下 如果这个呢 游戏的规则进行了改变 如果这时候呢 压蓝色30% 是1赔2.5的情况下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数字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经过凯利公司的计算 在蓝色这边呢 也得到了一个正数值 那就是说呢 在蓝色这边 我们也可以压 不停的压 一直会赚钱 我们算了一下呢 这个正数值呢 是0.02 就是2% 所以说呢 如果你有100块钱 你说我不喜欢压红色 我只压蓝色 能不能赚钱呢 可以 但是一次你需要拿多少呢 2% 就是说一次拿两块钱 去压这个闲 或者说呢 我们以后再把这个数字进行提高 如果是这个闲30%的话呢 1赔2.6 2.7 你就会发现呢 这个百分比呢 也会随着变化 每次都是不一样的 这个呢 你在网上找 可能也会找到呢 这个一些 所谓的凯利公式的计算器 看你一个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压多少钱 这个凯利公式呢 被证实呢 是有效的 在一定领域内 那下面呢 我们把凯利公式呢 放在我们这个百加勒的世界中 看看他是不是能赚钱的 其实呢 这个凯利公式的精髓在哪里呢 凯利公式的精髓就是说 我们的 对这个游戏的期望值 如果呢 是能赢钱的 我们只是把 看一看 怎么利用凯利公式 把这个利益最大化 如果这个游戏是不赢钱的啊 甚至是输钱的啊 一个负数的期望值 那么凯利公式呢 就不能运用在里面 凯利公式我们看到 如果这个游戏呢 输赢 是各占50% 输赢的赔率呢 也是一赔一 像这样一个游戏呢 凯利公式建议我们 根本就不要去玩 因为我们在浪费时间 那百加勒呢 我们看一下呢 还没有这个好 我们看一下 装显两边呢 这个胜率和赔率 我们算下来呢 两边都是负的 我们呢 其实是输钱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如果把凯利公式套用在百加勒里面呢 是根本没有用的 通过凯利公式呢 建议你百加勒根本就不要玩 如果你用凯利公式作为百加勒的指导方针呢 说实话 批用没有 凯利公式呢 只是说我们在 在赢的前提下 怎么做到利益最大化 你说呢 我本身就是输钱的 我想通过这个凯利公式赢钱呢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呢 在百加勒这个 玩百加勒的过程中呢 你想把凯利公式 挂在桩上或者弦上 这个呢 是做不到的 你只能说呢 把凯利公式呢 挂在一个方法上 这个方法呢 如果能达到 一个比较高的百分比 然后呢 我们再计算一下这个赔率 如果桩和弦 这个呢 赔率一个是1 一个是0.95 那么我们粗略的计算一下 可以说 它的这个平均赔率呢 大概是0.975 这么一个综合的赔率 这个时候呢 假设说我们找到一个人 他呢 可以打到赢55% 就是说呢 100把 他赢55把 输45把 净胜10把 或者说呢 有一个人的 胜率只有45% 他输率是55% 这个时候呢 我们跟他反着压 效果都是一样的 就是在我们能达到 55%胜率的时候 然后在综合赔率 是0.975的情况下 我们看看这个凯利公式呢 我们怎么运作 根据这个凯利公式呢 这个计算结果是呢 如果说55%的胜率 然后呢 综合赔率呢 是0.975 那我们每把呢 应该下我们本金的多少呢 凯利公式告诉我们是 8.8% 那他这个最后的期望值是多少呢 是0.38%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如果带着1000块钱去赌场 我们每一手呢 应该下88块 然后呢 我们这个88块呢 每一手的平均获利呢 是88块乘以0.38% 那就是呢 三毛三 所以说呢 我们带1000块钱去赌场 每把下88块 每把呢 都赢 赢的平均数呢 是三毛三 这个呢 听起来真的不是很多 而且呢 这个凯利公式呢 是一个非常激进的打法 他把赢的每一分钱 都放在你的本金里 我们每次下注呢 都是重新计算 这个钱呢 从来不落贷的 从来是放在本金里 继续去赌 继续去试 这个情况呢 我相信在很多百家乐玩家里面呢 他都做不到 为什么呢 你不停的领钱 又不停的放 我们都怕输 这个时候呢 即使在凯利公式 这么激进的打法下 他只有0.38%的 这个收益率 我们算一下 我们不这么激进 把赢的钱都放在口袋里 只用本金去打 每次打 一把赢三毛三 十把赢三块三 一百把赢三十三 一千把赢三百三 这个一千把百家乐呢 我们算下来 差不多是十四学牌 一学牌一小时 这个一天 我们打一整天的牌 我们一千块呢 才赢了百分之三十 这个不是很多 如果呢 我们是换一种比较激进的打法 我们呢 在这一学牌里都很激进 赢的钱全部放在本金继续打 打下来呢 我们差不多呢 一学牌一千块呢 我们可以变成一千三 赢了百分之三十 如果呢 我们用一种更激进的打法 就是说呢 我们在三学牌里 每一学牌 打的时候呢 都把每一次的钱 重新放到我们的本金里 我们继续打 这样三学牌打下来呢 我们的本金呢 一千块钱 变成了两千二 而是在比较激进的打法 我们呢 三学牌这个钱才能翻倍 那我们再激进一点的打法呢 把赢的每一分钱都作为本金 重新投入的话呢 我们连续打十学牌 我们手里这个钱呢 一千块钱呢 才能变成一万四 得说呢 才能翻了十四倍 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多不多呢 其实不太多 你想想 如果你每一学牌 都是很激进的打 那么你呢 这么做 做三次 你这个钱呢 勉强的是翻倍 如果呢 你连续三学牌 都很激进的打 你这样呢 做三次呢 你差不多能赚七倍 这个七倍呢 相当于我们过三关 一二四 然后赢了三把 那么说我连续十学牌 我都非常激进的打 那我呢 差不多赢十四倍多 那这个呢 相当于过四关 一二四八 这样的是十五倍 所以呢 凯利公式呢 在我们提前设置一个这么好的环境下呢 我们就会发现 如果你啊 比较保守的打了一两学牌 那么你的收益呢 差不多是 百分之三 这个呢 就很像我们之前说的高额低比 每天有百分之三 如果呢 我们打的一般的激进 在每一学牌里都激进的打 这样呢 我们连续打了三学牌呢 我们钱差不多翻倍 百分之一百 这个时候呢 就像我们之前讲的 低额高比 就是钱翻倍 那即使我们再激进的打 我们这个三学牌激进 甚至十学牌连续激进打 最多呢 也就是七倍啊 和十四倍的分别 那差不多呢 就得说啊 拿这个钱 过了三关 或者过了四关 这个呢 对于高额高比来讲呢 真的不是很多啊 一千块钱赢一万四 真的不是很多 满足不了他们的 但是你回过来想想啊 你能保持55%的胜率吗 恐怕不行 就算你能保持55%的胜率 你能十学牌里完全保证吗 对一般人来说太难了 所以呢 即使你是一个胜率比较高的玩家 你最后呢 还得走这个高额低比 低额高比这两条路 如果说呢 你做高额高比的话呢 你靠凯利公式是不够的 你也看不上这个凯利公式 到最后呢 你还要放弃这个凯利公式 去用你的迷信的方法去打 所以这个时候呢 凯利公式呢 就变成了鸡肋 更何况呢 我们这个凯利公式呢 是在我们有一个很高胜率的前提下 这个呢 首先你根本做不到 你呢 弹劾用凯利公式来赢钱呢 这就是为什么说呢 凯利公式呢 在这个百加勒的这个环境下呢 理论上说啊 他是不会给我们带来利益最大化的 所以呢 这个方法呢 没有在百加勒里面流行 更多的人呢 还是摒弃了这个百加勒中的科学押注法 而是呢 还是用迷信的方法来继续打我们这个百加勒 好了 今天呢 关于凯利公式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兴趣呢 请给我们留个言 如果呢 觉得我们这个频道好 而且呢 希望能听到一些更多的视频 那就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然后呢 再给我们这个视频点一个赞再走 谢谢 中等激进的打呢 我们等于过了三关 我们不太激进的打呢 等于压对了一把 我们非常保守的打呢 我们差不多啊 就等于赢了3% 点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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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赢